跟Jason聊聊的港股的后市走势 连跌了三个交易日 累计就跌了三百多点左右 现在暂时都守着在24000点关 还有条50天线就还在50天线上 你看刚才你也说到 昨天的债息涨 其实对港股都有一个拖累的 因为昨天下午 其实港股跌得急那一下 就是因为看到那个债息 就是那个期货市场就涨着 就拖累港股向下 好 之前你就说到 其实对港股也不是太悲观的 其实一月至今都弹了三百分之三 升了七百点左右 你觉得恒指是不是有力在想 还有24000这个支持力度 其实大不大呢 虽然刚刚都说过 债息涨对于港股 部分一些股息高的板块 一些过股都会有点压力 但是幸好就看到 这一堆的股票 其实就已经在过去的 一两个月 部分都回了下来的 比如一些新能源股 比如一些电动车相关的股份 或者个别一些 可能之前炒了元宇宙 炒了一些科技相关的股 也都是做了比较大的调整 所以整体你说 说回现时港股的股值水平 就不是说算特别高的 至于你说那些重磅的科网股 就更加相对是便宜了 或者点耐银 那些金融股也都不是说贵 所以我觉得这一阵 大家炒的债息涨 对港股相对就不是说完全没有影响 但是那个冲击 那个压力会相对是较低 同一时间大家都看着 内地的货币政策 有机会进一步是放宽 之前钢准做了 减了LPR又减了 最新今个礼拜 也都是减了MLF利率 因为预期来近的LPR 进一步会是回落 所以对于一些相关的中资股 可以受围堵的 不单止说减息钢准 未来都会继续加大基建 搞一些减税降费 或者不同的产业 比如消费内税方面的刺激 那一样是有机会带动一些相关办法 是做一个估值收复 正如前几个礼拜都跟大家说 就是今年我那个预测 就是整个行指有机会 做一个估值收复的行程 我目标之前就说 看到去26,000、27,000 暂时我都没有改变 虽然你说这几天 那个指数上到24,500 有些震荡和调整 但是很正常 因为看到1月 在第一个星期的低位 抽上来 都升了接近2,000点 所以近期回回四、五百点 都是正常 还有看到这几天的回吐 成交又没有显著增加 你说沽压是不是很大 又不见得到 所以暂时都当是一个整固的格局看待 我都同意在24,000 或者低一点 23,800 应该会有些支持的 如果你说这些位置守得住 我都相信港股 中短线的好市 未必需要太悲观 上网进一步 可能都是25,000点的位置 如果你继续看好 这几天跌市 都是一些买货的时机 在你的看法上 我觉得是 是的 虽然好像美股 昨天都大跌了 但是你不要忘记 上一年 美股大升的时候 港股是完全大落后 所以你说今年 就算外围股市做得差 港股不一定会再跟着跌 甚至乎你看最近这几天 美股都急回 但是港股回的幅度 这几天比较小 所以我也同意 就是说在这一段 港股在做整股 或者回调的时候 一些职业股 或者一些受惠政策的股份 都是可以买回的 是的 还有继续有通过 类似刑起的消息 以及回购 是的 都是不断做回购 是的 这些股份 大家可以留意着